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G 修斯顿房屏 我们看到这套房子是位于唐城那一套高挑亭的房子 唐城的房价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房子在唐城又湖景的这个情况下 状况又非常好才39万美金是一个比较低价的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的学区并不是唐城最好的那个部分 一打开门就是高小厅石墓地板非常亮堂 然后旁边是楼梯 但是这个楼梯好像有一点点对门 但是又不对门 不知道这个在风水上讲您介不介意这样的楼梯 我觉得它也比较偏 但是又有点对门吧 然后一进来客厅的位置就是非常的敞亮 非常的漂亮 石墓地板 然后后面是个湖景 这些元素都是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 很漂亮的高铁厅 然后里面往里走到了这个早餐厅的位置 做了这种小的 不知道它叫什么 就是这种凳子 然后旁边是厨房 厨房的台面有换 厨房也有翻新过 但是中间中导台的黄色 我有点不知道这是怎么想的 我可能觉得不太好看吧 然后炉灶在中间楼上面没有抽油烟机 这点稍微有点不适合中国人 但出租是没有问题的 再往里走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有洗衣房 洗衣房带窗户 其实洗衣房带不带窗户不是很重要 带窗户更明亮吧 然后另外一个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是车库 双车位 然后我们再出来就正好到了门口的这个位置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整体的一楼全都是这种石木地板 但是这是符合石木地板 窗户很大 来到主卧的位置 这个主卧也是能看到湖景 然后石木地板 洗手间 有翻新状况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个 你像金边边的淋浴间 一看就是没有翻新 像金边边的把手 这些都是没有翻新 九几年的状态的一个调调 马桶间带窗户 都색水 就是这样 因此 你自己忐心 你编 сер一点 你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卧室 因为二楼都是实木地板 所以很好搭理 右手边是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很明显是女孩的房间 这Halo Kitty画的有点丑 这个粉红色有点山 但是应该是刚刷了墙 特别新 然后中间一个洗手间 旁边还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面积也挺大的 也是实木地板 看出来原房东 肯定是很用心的在打理这个房子 然后这是一个洗手间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房间 你看这个房间的窗户很大 还落地窗 这个房间贴的小熊猫 还是有点漂亮的 这个好像说早了 小熊猫也是有点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洗手间 洗手间的台面没有翻新 然后金属不见都是原始的 但是保养的不错 然后里面就是浴缸和马桶间 然后浴缸看细节来看的话 没有霉斑 没有特别多使用过的痕迹 肯定是卖房之前收拾过了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看这个 院子后面是湖井 所以院子后面还是比较漂亮的 然后一打开门就看到这个湖面是很宽的 这个湖面 然后再这样看过来 我们现在看到窗户这个黑色的纱窗是 比较遮光的 但是刚才您看我们在里面 还是感觉整个房子的光线还是很不错的 小院子做的挺精致的 这个房子房龄虽然不是很新的 但是状况还不错 如果您对这样房子感兴趣 欢迎叫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们 如果您想卖房子 或者是在休斯顿买房子 都欢迎联系我们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